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英国为了要在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雄心计划 成为了全球最早立法的国家 而英国伦敦过去因为空气污染严重 因此英国政府在2019年 在伦敦市中心的小范围地区推行了超低排放区 针对污染最严重的车辆 尤其是那些老旧汽车加征费用 以减少交通碳排的措施 一旦这些车辆开进市区的话 就必须要缴付12.5英镑 大概是马币73令吉的费用 那昨天的伦敦市政府就决定要把这一项计划 扩大到整个伦敦 伦敦市长萨迪克汉强调 这项计划得到专家的认证说 能够拯救生命 他指出当有毒的空气与癌症等健康问题相关联的时候 政府就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 这个计划实施之后 还是遭到了很多伦敦民众的反对 并且认为说 如今他们已经面对生活成本高涨的问题了 而政府又在向这些数以千计的老旧 和污染严重的车辆收取额外的费用 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由于不满英国伦敦市政府 再次扩大超低排放区的范围 超过排放标准的车子将会额外征收费用 不少民众昨天走上伦敦街头 高举布条和牌子 包括写有骗子字眼的市长头像 世卫抗议 也有民众带着棺材上街 象征着英国的民主已死 世卫这表示 这项计划对少开车的人来说 非常不公平 还增加了他们的开销 尽管有许多民众反对这项计划 但伦敦市长萨迪赫汉依旧立场坚定 他表示 民众还没有看到这项计划所带来的好处 但从今天开始 大家会慢慢地发现到 伦敦的天气会因为这项计划 而变得更好 有医学教授也认同这项计划 他说 老旧的柴油车子会产生更多的颗粒物 特别是二氧化碳 会严重影响空气污染 因此这些车子都不适合在路上行驶了 所以,EUGLAZ I think i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在缠煳排的最高污染在末尼亚 是很明显的鸟 我们其实是第三个化合物INA 产生兽的更多化 而尤其是鸟草 二者就缠巾 都被毒化了 以及 libert产 如果继续 我们看到你 注意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